《创造101》里的吴轩怡一个购物袋都是比不了的,怪不得第一。 最近在网络电视台的很红火的节目就是《创造101》了,里面有很多美若天仙又能歌善舞的小姐姐们。 他们都被分成了不同的队伍,互相竞争最后争取能够出道的机会。 虽然每个队伍都在互相竞争,但是姐妹们的感情自然实在的。 每当有人被淘汰以后,大家都非常惋惜,恋恋不舍自己的队友伙伴。 里面的选手本身的身材条件和面容比例就很完美,那么好马配好安美人自然应该穿好衣才能为自己的外貌增色彩。 里面有几个大家都非常熟知的选手,他们是吴轩仪、杨超越、孟美琪、Emerme、赖美云等等,都是一等一的,又有颜值又兼具才华于一身的猪猪女孩子。 我们平时看到猪猪女孩们在节目的过程中节目表演衣服就很好看了,可是作为准偶像,猪猪女孩的衣服怎么能逊色他人呢? 可是好的衣服固然好看,但是也非常昂贵,更别说是什么大牌子的衣服包包香水之类的了。 动辄就是几千几万几十万。我们穷人就只能随意想想再去淘宝买个同款就差不多了。 其中有一个非常出众的女选手,她就是吴轩仪。 吴小姐姐私服穿戴非常好看出彩,一看就知道十佳个不菲。但是有人说吴小姐姐是个北漂。 这就让人摸不着头脑了,难道一个北漂都可以买那么贵的衣服吗? 据说吴小姐姐一个购物袋就八千块,一双袜子就几千块,几十万的包包更是不在话下了。 原来吴小姐姐家中时海南的房地产巨商,家财因时,可以说是富二代和白富美的吴小姐姐了。 但是呢她个人并不是总想依靠家里,想靠自己创出成就,这也就是她为什么能的第一的原因吧,自己的条件那么好,家里那么有钱但是自己对自己要求很高,所以说那么优秀的人都对自己非常严格呢。 这些女孩子里面不乏富二代,官二代,新二代等等,但是她们心中有自己坚实的梦想,所以不想依靠家里二世自己出来闯江湖,她们既有美丽的外表,又有国人的才华,比如说弹琴唱歌跳舞等等。 不过说真的这些小姐姐真的不是一般的有钱,看好她们吧。